即將到來高鐵和台鐵在30號凌晨0點同時開放搶票 時間一到大批民眾就湧入網站進行訂票 不到一分鐘高鐵APP就大當機 可以看到畫面上一直顯示購票系統忙碌中 不停請民眾重新操作 就算換成網頁版也無法解決當機問題 民眾跌入高鐵網頁直接顯示使用者數量達系統上限 民眾連查詢座位都不行 當機的狀況一直持續半個多小時 高鐵這次在春節書院期間共加開450班次列車 南下222班北上228班 一天可提供2166班次的服務 另外也加開1月28號南下及2月3號6號北上的夜間車次 為了方便民眾春節返鄉加開班次 但訂票系統卻不給力 高鐵APP和網站一直到凌晨12點40分 才逐漸恢復運作 坐県一個約不省匿 oscar輯的已推入 成長大附屯的特 RO wireless 被緊張受飛行怨 移動客人 資格 孝悟